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饭轻轻咬了一下嘴唇 也要发个朋友圈 其实那没有多痛 只是想要他能知道 想要他来关心一下自己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说得太对了 喜欢这种情绪他其实挺可爱的 他会让懦弱的你充满勇气去靠近 去追逐 去表达 这也会让勇敢的你因为思念 暧昧和猜测 而变得幼稚 敏感 脆弱 昨天翻朋友圈的时候突然想起来 已经很久没有在朋友圈看见过朋友米丽的动态 点开他的头像 才发现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已经把朋友圈的权限设置 改成了三天可见 那个喜欢时时刻刻在朋友圈分享 吃吃喝喝的和自拍照的他 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变得沉默 我记得他以前跟我说过 很多时候直接的问候和叙述 显得刻意而啰嗦 所以他喜欢把生活分享在朋友圈里 假装告诉所有人 他每天做得有趣和重要的事情 但其实那上百条的朋友圈 他都是在发给一个人看的 朋友圈就像是一个羞答答的小姑娘 笨拙地表达着爱意 她就是那个羞答答的小姑娘 总是心怀期待地公开自己的生活 然后等着某个人的点赞 和回复 和她聊完之后我才知道 她和她男朋友分手了 那之后 米丽就拉黑了她 也再也没有翻过朋友圈 因为直到再也收不到她的点赞 得不到那个人的评论 直到两个人再也不会因为 一条动态 就甜蜜地聊起天了 分享这件事 对于她来说 已经失去了全部的意义 甚至是从前 她费尽心思发过的那些朋友圈 和她心满意足看到的 点赞或者评论 都显得幼稚和刺眼 我们都曾经 喜欢过一个人 也都有过渴望被关注 被爱的感觉 我们都曾经谨慎措辞 姗姗改改无数次 只为了翻一条像样的朋友圈 也都曾经心心念念 满怀期待 只为了得到重要的人的回应 很多时候朋友圈的经营 就像是在传递旧时光里 一张张来往的青涩情书 传达着不容易说出口的爱意 也让字里行间萌生出的暧昧 生长起来 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发现 那种需要通过朋友圈 来拥有和维系的爱情 是不知你冷暖 不解你悲喜的爱情 那种需要通过昭告天下 才能引起他注意的付出 本身就无可奈何 而真正的被爱 是在平淡的生活里 你啰嗦的讲述 和他安静的倾听 是你不需要过多的表现 就能够被发觉的快乐和不悦 是你无需多说 就能够得到的安慰和释怀 那个能真正懂得你喜怒哀乐 在乎你阴晴冷暖的人 一定不止活跃在你的朋友圈里 而你 也不需要通过朋友圈 来验证些什么 因为那个人 会让你拥有 被了解的心安 和能被 分享的满足 节目的最后 想跟大家说 我的新书 总要习惯一个人 现在已经全面上市了 你可以在当当京东博库网中搜索书名 总要习惯一个人 就可以买到这本书 所以 我们 收礼见 晚安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